來,我們進來看一下 我看不到 軒衣,起來一下 我的爸爸 光在不同的戒指 我現在光是在空氣中 從這邊發射到那邊去 在空氣中運動 我們應該再更安一點 我可以在玻璃 這不是玻璃,是壓克力 我可以在壓克力中運動 你看到光 它被閃開了 沒有看到嗎 有看到光 我已經看到 我可以在水裡面 譬如說 這不是透明的 你去那個玻璃嗎 這邊有水 那間店不是透明的嗎 我可以在水裡面運動 有沒有看到水 水面有一條線,有沒有看到 我們可以照星星的嗎 這種能玩是很有用的 這個可以照星星 因為它可以打多遠嗎 比較遠而已 可是超級遠吧 比較遠 如果我回來就變化 為什麼它比較遠 它可以打多遠 它可以打大概 如果往天空打的話 你看到最後這點應該 大概有將近多米 你看喔 紅橙黃綠藍點直 綠在這種中間的位置 所以綠比紅光來講 是能量比較強 它的波長是比較長 還是比較短 長 比較短 波長比較短 所以那個空氣都可以打的 它可以 假設能量是一樣 這個綠光的能量 跟紅光能量是一樣的話 像那樣它可以穿透的距離是比較遠 但是比較容易被看見 搞錯了 那為什麼我們本來綠藍點直 為什麼會被用在彩虹上面 在彩虹可以 那彩虹也是紅橙 紅橙黃綠藍點直 彩虹的關係是用 把白色的光去做分開 把白色的光 就是彩虹的上面充滿紅外線 所有的光都有紅外線 要來你不要廢話 我們只是把彩虹透過折射的關係 折射出來之後 它這個折射每個光 因為頻率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 它就會有不同的 會有不同的折射角度 會有不同的折射角度之後 它就會把原來一道白色的光 分開成一片 分開成一片 就可以把這個原來白色的光 分成紅橙黃綠藍點直上一間 那紅的外面還有光 這個白光 那紅的外面還有光 還有光 那紅外線 我們也不調點 紅紅的 紫外面的部分有沒有光 還是有光 那紫外線自己眼睛看不見 所以一道白光進去之後 它被分散500克 是分了很多光的 憶哥來講 這個水地也可以叫做光譜噴溪 它就是光譜噴溪 因為它把光譜給拆開了 它也叫做光譜噴溪 所以光可以在不同的戒指中跑 甚至假設這邊有真空 光還是過得去 像太陽到地球的光 中間有什麼物質 中間沒有戒指 有什麼物質 大氣神 隕石之類的 隕石有充滿了整個太陽到地球的範圍 沒有充滿 沒有充滿 所以從太陽的光怎麼到地球上來的 神 蛤 神 神喔 不是神喔 那我今天丟個東西過去 我不需要戒指一樣 它是靠粒子的特性傳過來的 它靠粒子的特性 魚粒丟不過了 學長這樣嗎 蛤 所以我們拿燈照太陽看得到 太陽看得到 呃 太陽看得到 但是我們的光譜太弱了 太陽可能沒有感覺 而且太陽上面沒有東西的感覺 有熱度 蛤 太陽上面有什麼 睡個火球 睡個火球 它什麼都會燒碗 太陽上面 有一定會燒碗 大概2001年後 所以太陽上面沒有東西的感覺 它為什麼那麼難燒 你們這樣太辛苦了吧 為什麼太陽那麼難燒 等一下 你們這樣 你們那個最後 網子怎麼定上去 如果你現在就鋪上去的話 你網怎麼定 你的沙網當中怎麼定 對 我在想這邊 再有 講清楚 下邊用木板 這是我們的塊 然後呢 好 好